尝尝吗 嗯 大口一点 嗯 大口一点吃啊 没味道啊 大家好 我是广西小凤 我是小梅哥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 云南的德青 得不德青我不知道 反正有雪啊 已经进入西藏了 已经进入西藏的边界了 没想到在这里下雪了 人生中第一去看雪啊 哇 我看到这个雪 怎么跟盐一样啊 这个雪 来来来来吃一下尝一下味道 尝尝味道 尝尝吗 嗯 大口一点 嗯 大口一点吃啊 没味道啊 放点糖呗 给你放点糖 我去冷不冷啊你 他说不冷零啥这里 大雪了 哈哈哈 第一次看雪啊 人生中 而且还是在云南 能不能 而且还是在我们认识一周年 去年的五月一号 然后今年的五月一号啊 没想到我们一周年是在 在云南这边啊 哇 这个雪越洒越大了 我这个手通红通红的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过来云南这边啊 下雪了 而且也是我 第一次看雪 冷得我摄摄发抖 太冷了 太冷了太冷了太冷了 都不知道能不能能不能扛过去 没想到下雪这么冷啊 小梅说这个是雨扎雪啊 又是下雨又是下雪了啊 像我这种从来没见过雪 然后从来也没有在这么冷的地方待过 而且海拔现在好像已经达到了4000了 我的妈呀太高了太高了 我先去去去去去去 上去避下雪 不行了不行了 太大太大了这个雪 看到没有 刷的好厚啊 看上这个雪啊 咦 咦 这么厚这个雪 来给你们看上雪山啊 已经全部刷的白茫茫的一片了 我去 白茫茫的一片 屋顶上面都是雪了 满山遍野都是雪 小梅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你没事吧 你嘴唇的白了 走啊走啊 啊 高反了 哇这里人越来越多了啊 都是路过这里 然后在这里停留 拍照打卡的啊 好厚的这个雪啊 哇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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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去 这里的海拔3991啊 已经煮熟了 煮了整整一个小时啊 在这高海拔地区煮饭啊 真的是太难了啊 被炸平时煮15分钟就可以了 在这里啊一个小时 今天吃个排骨焖饭太冷了 不想做饭了 在外面太冷了 实在是 在里面吃了 小梅不怕冷 在外面吃了 我受不了了 真的 今天吃个排骨焖饭了 不想做饭太冷了 又没有水 刚来到这里刚下雪的时候 我很兴奋很兴奋 现在我感觉 整个人都冻僵了 冻的瘦瘦发抖 说不上话了已经 在车里还好一点 在外面是真的不行了 好 好